大家好,我是亮亮 今天想看看我的这颗淡雪之画 这个淡雪之画在之前的视频里曾经提到过 那时候刚买回来,就发现中间这个杆子是黑的 给店家说有问题,店家告诉我这叫木之画 当时我只回答了他一句 我说我已经养过两年多肉了 好坏我是看得出来的 结果呢,店家就立马改口了 什么也不给我说 直接答应发我一颗新的过来 现在这一颗已经放在这里有一个月了 果不其然,那块黑的都已经黑透了 中间这一块也全都已经坏了 看来当初我的眼光还是没有错的 它确实是有问题 所以说我们买多肉的时候千万不要被它所忽悠 这颗有病的追化如果上了盆 到后来再过一个月的话 你还得重新把它拔出来重栽 这一颗就是店家新发给我的 果然能发回来也没有什么好货吧 这根杆子很奇怪 而且发光来的时候杆子很脆 当时就断了一根在这儿 现在这根七星怪状的板子也不怎么好 这根有病的追化吧 但其实有什么好处理呢 中间的那一块都已经坏了那没大块了 所谓处理的结果 就是把它坏的全部剪掉 好的留下来 剪来剪去的 中间那块坏的部分越挖越深 其实它这一块坏的部分是从根部开始的 根部好像最初就受了伤 结果等它长大了以后 那个伤口就从底部一直长到了上面 后来就蔓延开了 所以我们每次买多肉回来的时候 一定要多检查检查 坏的部分一定要尽早发现 否则的话 上盆之后 到中不了两天 它也是个坏死 这样你还白辛苦一通 后来剪下来就剩了几个小头 肉肉长得七星怪状 选盆的过程中也是破费脑筋 在三个高一点的盆中选来选去 最后由闺女确定了现在的这个盆 是一个绿色的方形的 扫高一点的 种植的过程中间非常费脑筋 因为形状太奇怪了嘛 摆弄来摆弄去 摆弄了很久 平常种几盆花的时间 现在用到了种一盆肉肉的身上 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伤脑筋啊 真是伤脑筋 以后总算是前世时 后世时 左世时 右世时的 终于算是给他把这一颗和几个小头 粗活地摘到了一个盆里头 就是现在这样的效果 不过成品出来的效果好像还不差 这个 嗯 一个深色的绿的盆子 配上上面这个淡淡的绿色 嗯 还有点意思 这个盆上有个图案 这个盆上有个图案 是一个仙鹤背上做了一个小仙女 来 下一步 就希望这个淡雪好好的生长吧 希望对得起你盆上那颗小仙女 好了 今天就这样吧 大家再见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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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